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8年的8月1号 礼拜三 七月又过去了 那下半年呢 就是越来越接近年尾了啊 那现在的经济呢 已经在2018年的年初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联储局呢 是开会的第二天 也公布了FOMC他们的决定 果然如市场预期 是决定不加息 但是也给出了很强烈的意愿 他们是说下个月9月份会涨息 我们今天早上呢 就按照利息的这个情况 来跟大家讲一讲经济以及贷款之间的一些趋势 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贷款经济张力来到节目当中 张力你好 周乐你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从最近的公布的几个宏观的经济数据显示出 目前美国的总体经济发展依然强劲 尤其是第二季度的GDP增加是4.1% 这不过呢 不但是好于预期 而且并没有受到剑拔弩张的贸易战的影响 是否请张力和大家分享这些具体的数据 他中间的含义 以及对2018年下半年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 好的 那最近呢 大家都听说了 这个劳工部公布了市场 翘首以待这个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 那这个增长率呢 像莉莉刚才提到 就是说涨幅达到4.1% 这是美国过去四年中呢 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 也是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呢 这个GDP增长呢 第一次超过了这个4的字头啊 就是说4% 实际上4%也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 这个时定的一个目标 那也达标了 也是达标了 这是首次达标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纵向比较呢 这个数字呢 是比这个1到3月 就是第一个季度那个涨幅的2.2呢 几乎提高了一倍 如果横向比较呢 那这个超过4%这个增长率呢 实际在全球范围内的 就是我们要谈到主要这些工业国家呢 这美国这个增长率也是名列前茅的 那这样的这个市场预期呢 今年全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呢 超过3%的这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如果真的是达到这个超过3%的预期呢 这个将是过去10年多 这个美国GDP增长 首次突破3% 那上一次突破3%的呢 还是在2005年 就是在13年前 13年前 对 当时是增长到了3.3% 如果我们和这个过去两年的 这个全年的GDP增长率来看呢 那这个现在呢 也是有进一步的提高 因为2016年呢 当时增长率只有1.5% 那17年的是2.3% 那今年呢将是超过3的这个字头 所以可以说呢 从目前数据看呢 美国经济可以说又焕发了这个青春 哇哦 好像他再度打造了一个美国的黄金时期 没错 所以我们如果来分析一下呢 这个确实值得分析 就为什么这么快能达到4%的这个指标 为什么第二季度这个美国经济驱动率呢 是这么有利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增长主要呢 实际是来自这个消费支出和这个出口两个两方面 一个是消费支出扩大 因为消费支出呢 是占了整总体经济的70% 那现在出来这个消费支出呢 增长是达到了超过了4% 所以呢 整个GDP增长呢 那主要是因为销售 这个消费者支出呢 做的贡献呢 确实做了 确实达到了超过了4% 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国际贸易方面看呢 这个同期美国的经出口增长也是远远超过了预期 增长幅度达到这个9% 相当于呢 给这个GDP啊 这个当季的一个增长率呢 啊 贡献了百分 大约1%的这么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结果有时也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全全面的这个贸易战呢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在这种这个山雨欲来 这个大局之下呢 这美国商家还能够大幅增加出口 这也说明了就是说 美国作为国家来说 它的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外交啊 谈判这些综合实体还是非常强的 特别从这个全球范围来看呢 啊 现在呢 美国基本上是没有与之能抗衡的对手 啊 所以呢 就是说 美国现在处的位置呢 我觉得还是 像这个 欢发青春的这个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说句实话 就是这个这个经济重新起步呢 主要还是得于新的这个政策 比如说减税也好 啊 减小控制啊 增加政府支出 啊 特别是这个最近还是继续 这个贸易谈判这些措施等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可以说啊 也可以说现在是属于这个历史性的一个经济的转变 张力刚才提出的这些可以说是非常贴近于目前经济的这些情况 那的确如此 张力说到实现了历史性的经济转变并不为过 那这样子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连一直信心满满的川普总统都感到惊讶 并且更有趣的是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不看好现行的经济政策 甚至呢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川普的政策会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来临 似乎都太过于悲观 并且经济学家也都出现了错误的预测 是的 实际上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所谓主流媒体啊 对这个川普经济政策一直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啊 存在的好像故意打压这种现象 那实际上这种这个负面态度呢 后面我觉得是有这些明星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明星的主流经济学家 是他们靠他们的背书 他们的endorsement 没错 那这种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这个集体误判这个这个原因呢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思想层面 就是说这些经济学家呢 普遍实际上是左倾 因为你如果不具有左倾这种思路 那么就没办法入流这个主要的主流的经济学界 这也就造成就是说 左倾会重口一词 而且他们这个思路呢 完全沿用了就是说 以前经济学 我叫凯恩斯的这个古典经济理论 是货币和就业这种理论 就是说试图呢 是通过国家这个宏观调控的政策来制造经济 这种理论呢 实际上是比较教条的 也是相对来说非常自负 第二个原因呢 是属于这个知识层面 主要这些经济学家呢 主要依赖于这个计量经济学的这个model 因为计量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数学这模型上面 所以是通过这个推导公式啊 来判断这些经济活动 所以可以可以说呢 就是说 这是book smart和这个street smart的区别 对 那川普是说几实话 他是street smart 完全如此 对 他是商人 他可以用一个最新的这个 根据最新的情况 才采取一个新的政策 他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保守主义 这个经济学的智慧 那和我们这个 如果要非得找一个经济理论呢 那他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经济学的鼻祖 就是说 最古老的这个亚当斯密的理论 就是说这种经济活动呢 是受这个叫看不见手的一种这个趋势 就大家听说个叫这个invisible hand 这个理论呢 是这个最古老的这个经济学的基础 实际上是主要通过这个经济学的分工和市场的合作呢 达到这个国家富裕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啊 减税啊 减控啊 这个增加政府支出 从政就制造业都不是纸上谈兵 而我觉得是这个行之有效的一个 经济学尝试的一种这种体现 说到这个invisible hand 所以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是川普总统 他的一联系的措施 还有他的外交手腕 在现在反映出来和未来反映出来的成果 还蛮难够来判断的 那美联储级的主席 这鲍尔先生 他对于目前整体经济的评估里面 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认为就业市场持续稳定 消费增强 最近的通货膨胀率也出现了加快的步伐 在昨天听到的数据是达到1.9% 如果贸易战短期内圆满解决 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继续扩大 相应升息的速度也会继续加速 这对经济增长有潜在的风险吗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就业市场 那现在就是说主要是对这个民众 对市场影响的这个主要信心 实际是来自就业市场 因为消费者信心 它会影响到零售业的增长或者放缓 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发展 实际上和就业市场是分不开的 从我们今年年初来看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过去半年 平均每个月新增的就业 达到了21万5千人 同时申请失业人口 是下降到了20万7千人 申请失业人口 这个是1969年到现在来说最低的 从另一方面这个制造业呢 新增的就业人口呢 也是达到了过去20年新高 目前来说这个公布的失业率呢 是4% 比上个月上两个月吧 就这个3.8%呢 稍有提升 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就是失业率的人数的增加 主要原因是因为更多的人呢 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 使劳动力市场这个参与的人数增加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所有这些数据呢 实际是这个可以说不约而同的指向一个 非常繁荣的一个一个就业市场 所以这个美联储主席呢 就认为这个未来几年就业市场呢 还会继续保持这个强劲的势头 特别是这个贸易战从长远观点来 从长远这个时间来看呢 对美国的红利呢 还是一定要短过这个短期的风险 因为关心这个全球贸易战的这个朋友们 可能听说了 就最近爆出这个有些消息比较出人意料 就是说这个欧盟和美国呢 暂时达成了这个零关税的这个和解 还有川普总统呢 在和这个欧盟主席在会谈以后呢 也是同意努力这个降低关税和这个贸易壁垒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零关税这个方向呢 还很有可能实现 同时美国和日本呢 也在最近在谈论这个 就是说自贸协定呢 还有一些进行更进一步的磋商谈判 所以这个谈判的这个目的呢 也是要取消这个就是贸易壁垒 这个全做的所有一切实际上是要建 实际上构建一个全新的一个全球化的这个自由贸易圈 取代呢 现在现行这个这个WTO的体制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这个世界新的这个经济的这种秩序呢 那美国出国规模一定会更大的提高 那美国的这个制造产品的需求量呢 一定会更加就进一步增加 那进一步会刺激就业 那失业率呢会更加出现这个下行的趋势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就估计这个失业率到年底的有可能降到这个3.5%到3.6% 那以前我们访谈中也提到就是说啊 美国有一个就美国经济中有一个飞利浦曲线 就说指出呢 一旦这个失业率降到4%以下 那通胀率呢会加速提高 是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通胀率呢 目前还不算高 就是说现在还将近要突破2%的这个这个这个高位 但是如果通胀率将来再提高的话呢 那联储局也一定会这个有加快这个升息的步伐这个这个动作 啊但是我想这个联储局升息呢还是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不会贸然行事 就是说如果将来这个经济呢 真的真要出现有这个衰退的迹象呢 我想联储局也会这个啊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通过降低这个利息呢 利率呢来来调整 因为在次贷危机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Fed一共增加了6次息 是 就是有这个1.5%的这个cushion 可以作为这个未来的调整空间 哇张力真的不愧是清华本科毕业 并且在美国的大的公司也做过财务分析师啦等等 所以看的事情非常的全面 好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房贷利率的最新动态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拿W2的贷款人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 L11 at L11 Z H A N G C O R P dot com Lee at Lee Z Corp dot com Frank Liu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upertino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andyville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Frank Liu积极开发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对接买方与卖方的地产投资交易平台 R1 RPA Framework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 Liu1268 at Gmail dot com 养老保证年金 8月份promotion来了 原来的22%开户红利 现在变成30%了 送30%开户红利哦 比如10万 本金马上变成13万 每年再送50%利息红利 收入每年增加 增长年率5%到6% 绝对保本 而且没有任何年费 养老终身拿 退休生活不用愁 详情咨询Sabrina Chen 电话415-602-0347 415-602-0347 苟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 最新税法方案出台 税改将如何影响业主和房地产投资者 位于Pala Alto的德利昂地产首席执行官 兼法律总顾问Michael Repka 拥有地产法和税法博士学位 义务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此次税改带来的影响 共同探讨您的房地产买卖目标 另外 限于德利昂地产直接购买德利昂上市房产 我们将免除百分之百的买方佣金 奖请请致电德利昂地产 650-368-8688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 Saramun North San Jose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欢迎加入GOOGAM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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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情叛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到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张力时间 张力 下一任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房地产利率的最新动态了 和听众朋友分享目前的利率的情况 好吗 好的 最近的GDP因为大幅提高了 所以这个十年公债收益率呢 也是上升了 现在目前已经达到3% 因为是这个十年公债收益率和房贷利率 是成这个非常紧密的这个正相关的 所以房贷利率也有所上扬 那我们先说一下 最近这个市场具有代表性这个贷款利率 比如说no point no fee的refinance呢 现在这个对于 confirming loan 45万3以下的这个single family home 30年固定是4.5 15年固定是4.125 5年arm是4.125 7年的arm呢是4.25 对于张柏龙来说 就是说贷款额超过67万9的这个贷款呢 那30年固定现在4.625 10年的arm是4.25 7年arm是4.125 那5年arm是4.0 所以目前这个美国总体经济增长呢 因为成长上升的趋势 而且这个通胀率也会提高呢 那这样联储局呢 以后呢将来还是不得不继续加息 不得不 对不得不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利息的确是往上升通道走 没错是这样 所以呢 因为这个利息呈上升的通道呢 所以目前来看呢 一旦就说现在这个贸易战呢 还没有结束 一旦这个有有这贸易战看到了这个曙光呢 那利率还会以更快的这个趋势来 达到新的这个高度 目前来说这个一年的Library Index指数呢 已经涨到了2.8% 比去年已经高高出超过1%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arm贷款利率呢 变成浮动 就是说你五年前或者七年前做的arm 现在这个变成浮动的 那目前这个利率呢实际已经超过了5% 因为你这个margin呢固定部分的2.25呢 再加上一年Library Index这个浮动的这个Index呢 2.8呢 那现在已经达到了5.05差不多 5.03 所以大家看出来就是说现在浮动利率呢 已经比五年的arm要高出1% 所以呢如果您这个arm贷款即将到期了 那现在还是要马上做贷款 因为这个越等的话利率涨的会越快 所以Line of Credit的利息现在都已经超过5%了 Line of Credit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短期利率 它是跟着这个prime rate走的 因为这个prime rate目前来说已经涨了 那Lender还要再加一个它的margin 这就是说短期利率跟长期利率还是有区别的 那个就更高了 那张力现在的房贷市场还是以查收入贷款的产品为主 那么如果贷款人的收入不够 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吗 比如说Jumbo Loan 这个是非常司空见惯的 在矽谷的房地产 那这种Loan的DTI Ratio超过了银行要求的43% 特别是针对买房的朋友 如果贷款做不下来 有面丢掉3%deposit的风险 怎么替他们解决呢 对所以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收入不够 又急着买房的这种朋友呢 我们现在有个特殊的这个贷款产品 就是说可以把你的贷款期限呢 从30年的term延长到40年 这样都降低了每个月的这个mortgage payment 因为payment低的话就增加了这个贷款能力 同时我们这个合作银行呢 还有一种贷款 就是说可以把你的这个 叫debt to income ratio啊 从43%提高到49% 因为外边一般银行对于张伯龙来说呢 都是43%是最高的这个limit 所以提高到49的话呢 等于这个ratual放宽了6% 6% 那这个的话呢 又很有帮助 对这个银行就可以给你增加这个贷款额 你的整体贷款能力可以说 至少提高到10%到15% 特别是对于这个买房的时候呢 如果你已经拿到preapproval 但是你做的过程中 由于某些原因的造成收入不够这种局面 这个我也是看见过很多很多次这种case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program来解这个斩媒之急 就可以说把你这个整个这个ratual把这limit提高 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把你这个stock的RSU可以算收入 还有一年拿的这个bonus 或者是这个加班的这种收入 或者还有一些sales这个销售人员呢 他拿的这个commission 1099 1099 对都可以算作收入 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 还有就是说 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的收入太低 那没有办法做查收入的 那我们这个贷款期限呢 除了这个30到延长到40年呢 还有就是说把这个DTI结合到49% 如果还不能满足 那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种备用的这种产品 备用的 对就是说他是只能只查工作 但不查收入的这种贷款 比如说正常要如果查收入的话呢 你要提供这个tax return 你要提供w2 pay stop 那我们这个只查工作呢 他只需要verify你的工作 但是不查收入 比如说你是self employed的这种职业呢 你的工作时间比如说已经超过两年了 但是你的收入报的都比较低 因为你做了很多write off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银行呢 就不用查你这个收入证明 只需要你提供一下你的profit loss的这个statement 需要一年的profit loss吗 对一年的profit loss 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根据你的profit loss来决定你的贷款能力 那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个成功案例 就是说对于这个拿1099这个self employed这个bower来说呢 他收入只报了差不多不到7万 那我们可以我们最后帮他带到了80万的这个买自助房的贷款 当然你买投资房也有其他的方法 只要是你的对于这个对对于投资房来说 只要你的租金收入呢 的75%呢超过这个你房子有关的花费呢 也可以做到贷款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对于这个不同收入level的人都不同的产品 当然你如果能查收入的话 你的利率是最低的 如果你最后不查收入 也能做成利率高一些 等你以后就说那个收入提高了 所以你贷款降低了 对再来做refinance 因为将来refinance还是总有机会 但是你房子错过的话 可能一下就很多年都赶不上了 嗯的确是 好那张力我们非常清楚 刚刚讲到了收入不够的情况 那如果买房子的时候出现downpay不够 又有哪一些合适的贷款的program 可以提供给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好的目前市场上的银行呢 对于这个张布隆来说 一般要求20%的这个downpayment 就是你首付至少要有20% 因为张伯隆来说 现在就是说在在湾区来说 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一种贷款额 那现在呢 有另外一种这个 就是通过我们调查 有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说现在买房的 30%的差不多这个购物者呢 都是年轻人 就是说他研究生毕业 进入这个职场工作时间不长 可能就几年的时间 这种年轻人呢 他大多数呢 就是说收入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做high tech 可是资产并不多 因为他过去几年 这个攒的这个收入还不算多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他这个资产就是比较poor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买个150万的自住房 那需要20%的这个首付呢 那就是30万 除了这个首付呢 银行要求还要有12个月的 这个储备基金 就叫reserve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也将近10万 所以呢 那他手里至少要有40万 才能买得动这个150万的房子 如果你的资产不够的话呢 那银行就不能贷款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合作银行呢 可以提供另外一种program 就是说他只要求10%的当payment 就可以贷到150万 只要你的收入够 而且呢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 没有这个叫PMI 实际是lender pay的PMI 就是他帮你cover的 你自己不用再付 如果你的贷款1.5 1.5个million都不够呢 我们还可以最多 还有一家银行可以带到 就是10%可以带到200万 不需要付morgan insurance 那这个对于有些个别情况呢 确实是可以迎刃而解 还有一种情况 对于换房的朋友 我们有一种program 这种也是比较特殊的program 叫做cross collateral的一个贷款计划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有自住房 你想再买一个更好的 地区更好的 更大的一个自住房 但是呢 你不想把现在的房子先卖掉 因为你卖掉以后 你又没地方住 你现在呢 就是说又不想搬出去 所以也就是说 想先买房 后再卖这个自己的自住房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些人这个手头 这个asset并不多 他必须得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拿出这个钱来做首付 那这个时候他又不能卖的话 那就现在就是非常 非常就是stock了这种 这种situation 那我们这个cross collateral的贷款计划呢 他好处就是说 把现在这个自住房 和未来要买的房子 当作一个整体来算 只算一个贷款 这样就达到了 你不需要先买房 可以用现有的房子equity呢 做首付 然后把这equity 相当于transfer到 这个新的这个房子上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 就做一个一个大的贷款 把现在的贷款 和未来贷款combine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的房子 比如说你loan很小 或者是已经是pay off的 那这样的话 你手里即使没有多少资金呢 也可以买到下一个房子 因为你的equity比较大 一个一个loan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 讲到这里 听众朋友可能说 哇 讲得这么好 我要知道张力的联络方式 好 她的电话号码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她的微信号 ID是L11-13591 L11就是张力的力 L11-13591 好 张力如果还有一些特别的人士 他需要更特别的program 在新的贷款计划里面 可不可以给我们披露一下呢 好的 我们过去几个月 有两个合作银行 对这个agency的loan 就是贷款额不超过67万9的 这个贷款 有放松的一些条件 现在就是说67万9呢 是个分水领 就67万9以下呢 是agency的loan 这agency的loan 顾名思义呢 它是这个 Fanny Freddie Mac收购的loan 但你如果贷款额超过67万9 是比张博loan 就是银行自己的portfolioloan 那个完全的概论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呢 对于agencyloan呢 这个Fanny Mac Fanny Mac 它愿意放松的 为了增加整个这个贷款额 对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合作银行来说呢 它就可以去take这个advantage 比如说我们过去 有些贷款呢 是不能做的 那现在就可以做了 举个例子就是说 假设你的房子是townhouse 或者是condo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townhouse 或者condo呢 都有一个HOA 就是说这个物业管理 那HOA呢 如果有这个 有这种叫pending litigation 就是这个小区的 对 法律纠纷 这种法律纠纷呢 大多数这个建筑的质量问题 比如说 有漏水的现象 或者是construction 有些defect 那这个时候呢 HOA就会代表 这个所有的homeowner 去告这个builder 那builder呢 就会因素 那这个过程 会take很长时间 在这个 在这个期间呢 那你如果是 这个小区的居民呢 你不管是住在哪个房间 你只要是在 在他这个一个cover 这个master insurance 情况下 你就没办法做贷款 因为银行觉得 这个potential的风险 特别大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即使你这个小区 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就是说 如果小区快到十年了 那这个时候呢 HOA往往会找一些小问题呢 也会把这个开发商 告上公堂 因为建筑商 它的warrant一般就十年 十年以后 它就不管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HOA一定要negotiate 他们这个builder呢 要赔一些钱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不管那种情况吧 就是说 只要是latigation 就不能做贷款 那我们现在呢 有一种很好的 这种progress 就是说 你不需要 只要你 如果你有delegation 我们也可以 就是bypass这个现象 然后呢 可以给你做成贷款 那还有一种 就是说 对于这个 自己收入不够 必须加亲戚朋友 来做cosign 这个弄的形式呢 以前呢 如果你做cosign 那你这个cosigner 他一定要上title 那这个时候呢 是贷款人就 非常的犹豫 因为他不愿意 让别人也上title 这样的话呢 这个home ownership 就会分散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如果把别人名字 放在title上 你将来要拿下去的话 还有产生一些税的 这种麻烦 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这个贷款额呢 贷款这个program 就可以 就是说 他可以把cosigner的 不放在title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帮他贷成款 这样就满足了 他的要求 真是方便 也解决了很多问题 好 在贷款方面 有任何任何的问题 以及需要 请致电给张力 电话号码 文字短讯的号码是 408-315-9470 315-9470 Email地址是 L11 at LeeZainCorp.com 微信ID是 L1113591 非常感谢张力 带来给我们 这么宝贵的资讯 感谢你 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之后呢 我们有 J梗的访谈 并且我们会接受 您的call in 在这个访谈之前 还有四分钟的 Will杨的一个访谈 是关于明天晚上的 Seminar的 请继续收听 并且现在就可以 打电话进来了 谢谢您 拜拜 ZainCorp.com Lee at LeeZainCorp.com 财经天地 由新翼旅行社赞助播出 Maryson Travel 408-727-0570 最近美国地缘政治 经济股票颇动颇大 周乐总结摘要 与您分享 GMCC万动贷款 James Jean 详尽介绍 多项大额贷款 种类多 除住宅贷款 GMCC更有建筑贷款 和商业贷款 保险理财顾问 Simon True 讲述融资倍增规划 可提前退休 享受免税终身收入 8月4号周六晚7点半 娱乐漫谈 与您共度好时光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On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 曾庆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MaxRail Cupertino 已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 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Steel MaxRai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 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下贝拉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25%开货红利的风还没有刮完 30%红利新方案又来了 且一个月截止 是馅饼还是陷阱 孰优孰劣 除这两种方案外 英途财富独体吸进 让客户最爱 受益最大的退出方案又是什么 8月2号星期四晚7点 实话直说 晃鸣应出wells.com 进入财富 货电408-586-9969 586-9969 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市面上带各种红利的退休产品广告层出不穷 25%开货红利的风还没有刮完 30%红利新方案又来了 而且一个月就截止 这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 哪一个更好 除这两种方案外 有没有更好的退休方案呢 英途财富不负众望 将在8月2号本周四晚7点 举办讲座 科学分析 对比鉴别 让大家再对这些产品有一个全面精准的认识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英途财富的首席财务规划师 Will杨 杨文军博士 Will你好 周乐好 大家好 Will一直以来英途财富的讲座颇受大家的欢迎 可你们一直特别忙哎 好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空余时间来做讲座了 可怎么又决定在本周四晚上 做这场讲座呢 光不得已嘛 你前面也说过了 最近很多保险经纪在做关于带开户红利的 退休年金产品方面的广告 红利很大 所以大家兴趣也很大 可是很多文学员呢只谈好处不谈局限 消费者们被呼吁的云里云里的 又怕自己呢纳在了这个促销期限之外 因为促销嘛有期限 那英途财富的客户们算是很有免疫力的了 可是很多呢也被影响到了 他们分手打电话来问 说嘿 那个25%开户红利的产品是怎么 没一回事啊 后来又问 那个30%开户红利的产品又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是不是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账户要好啊 我们要不要也开一个这样的账户啊等等 我们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下集中说明 正本清源的搏乱反正一下 于是就决定了 在这个周四的晚上七点来搞一场讲座 因为平常周末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杨博士这场讲座你们会cover哪一些内容 第一 30%开户红利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这个要从啊 一两年前呢 保险经纪们在反复炒作的那个阿良这222弹起 222呢是一个不错的重视收入方案 如果用力得当的话 是有很多超乎寻常的福利的 还有开户红利 一直在15%到22%之间变动 不但有开户红利 而且只涨不叠 且它那个退休福利方面呢 有50%的红利的指数倍增 比如如果指数盈利是5% 你的退休福利base呢或者下年的永续收入实际上会成长7.5% 也等于提高了1.5倍嘛 而且没有费用 就今天大家听到那个30%开户红利产品啊 实际上不是别的 就是那个阿良子的222 在未来一个多月时间里的一个华丽促销 那这样问题来了 一什么情形下 你能拿到开户红利和指数倍增红利 什么情形下你根本拿不到 你需不需要知道呢 第二 就什么样的退休资产 根本不应该放在这个账户里 那不应该放在这个账户里的 又应该放在哪里呢 即使它有那么好的红利 也不应该放在这里面 那应该放在哪里呢 就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25%开户红利的产品又是怎么回事 哪家公司啊 什么产品啊 历史有多久了呀 公司的strength stability又如何啊 能不能像阿良子那样 用360%的reserve 来保证他们产品的承诺呢 那rating又怎么样呢 那开户红利虽然比阿良子少了5% 可是它的这个指数倍增的这个红利呢 却比阿良子多了25% 那这样会不会给用户提供更多的终身收入呢 这个需要我们在讲座里面来精算一下 第三个方面就说 有了对比就有了鉴别了 如果两个方案 你又要选其一 来作为你的终身收入方案的话 那这才是问题的刚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里面的投资的组合 选什么样的指数啊 以后市场情形变动了 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这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这是一个终身的问题 就是这个账户 未来几十年的投资服务 谁来给你保障 难道是你的保险经济吗 第四个方面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思维 就是get out of the box 就是除了这两种方案以外 到底有没有更好的退休方案 肯定有 那又是什么呢 怎么用呢 那我们在讲座里呢 尽量做详尽的一个深度的说明 哇哦 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不容错过 再重复一下 讲座时间是8月2号 本周四晚七点 报名intowells.com intowells intowells就是进入财富的意思 也可以电话报名 报名电话是408-586-9969 408-586-9969 谢谢杨博士 谢谢周乐 谢谢大家 周四晚上见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也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25%开户红利的风还没有刮完 30%红利新方案又来了 且一个月截止 是馅饼还是陷阱 熟优熟劣 除这两种方案外 英途财富独体吸进 让客户最爱 受益最大的退出方案 又是什么 8月2号星期四晚7点 实话直说 报名 英途Wealth.com 进入财富 货电408-586-9969 586-9969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老赵川菜馆暑期推出 爽口凉菜麻辣双脆 Q感十足的香辣牛蛙 绵绵细致的香辣脑花 格外麻格外辣 去湿健脾好开胃 让您在炎炎夏日 美味尽留唇齿尖 老赵川菜 蔚雷的艺术大师 做出来的品牌 吃出来的口碑 三家分店 Mountain View 欢迎订作 来电堂食 最近美国地缘政治 经济 股票颇动颇大 周乐总结摘要 与您分享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详尽介绍多项 大额贷款种类多 除住宅贷款 GMCC更有建筑贷款 和商业贷款 保险理财顾问 Simon True 讲述融资倍增规划 可提前退休 享受免税终身收入 8月4号周六晚 7点半 娱乐漫谈 与您共度好时光 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这个单元 是开放call in的 访问到的是 股票分析师J梗 主播室的电话是 650-968-2000 650-968-2000 我们按照您打电话 来的先后顺序 来跟J梗老师提问 J非常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周超姐好 盗琼斯今天收盘下跌81.37 收25333.82 纳什达克 逆势上扬 上涨了35.5 收7707.29 标普500 小跌了2.93 收2813.36 今天重要的经济消息 是在今天呢 是8月的1号 那这个FOMC的 meeting是在昨天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并且公布 利息不变的原则 这个是符合市场的预测 就是不改变利息 但是他也明确的表示 下个月将要加息了 OK 那我们也知道了市场的驱动力 还有市场的影响力 所以今天三大指数是 两个下跌 一个上涨 请评论股市 佩姐请说 好的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市场来讲的话呢 整体上是澄清出一个涨跌后线 震荡的一个收盘 那么今天的交易日呢 是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8月初的话呢 难免有一些这个震荡的行情 我觉得像今天的这种市场的表现呢 是可以 大家是可以放宽心的 就是说 在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逢低 依旧是介入的机会 然后呢 8月份的话呢 还是可以继续的看个指数创出新高来 那8月份的这个 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呢 就是标普和道指 标普和道指 对 标普和道指要创出新高来 因为呢 这个之前的话 纳指的话是已经创出新高了 那么其次的话呢 那是标普和道指的话呢 实时的没有创出新高来 不过标普的话呢 距离新高的话呢 可以说是近代支持 但是道指的话呢 倒是有一些要补涨的行情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从三大指数所处的点位来做一个 下面一个move是怎么走 并且它的阻力还有支撑点是什么 那比如说先讲今天上涨35.5点的纳斯达克 7709 7709的下一步 您是继续看涨吗 并且它的阻力和支撑是在哪里呢 好的 那么从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个走市场来看的话呢 短线上的一个支撑 我们支撑的话呢 还是放在前两天的一个低点 大概是7600点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阻力的话呢 是暂时的放在7900 因为呢 前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 已经突破了7800点的阻力了 但是呢 它没有经过这个三天的一个考验期 那么三天之内的话呢 它又跌了回来 所以说呢 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纳斯达克指数 它目前的这个回撤 应该是从节奏上 应该是等这个纳斯和这个道指 这个行情的回暖 我觉得纳斯达克指数同时创出新高来 我觉得这台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表现 是是 就是要同方向走 总不能有一两个是 那人家觉得下一步到底是下跌 还是上涨 是补涨还是补跌 都不大清楚嘛 好 我们来看 道琼斯今天下跌的比较多 25333.82点 它下一步可能怎么走 好的 那么道指的话呢 它的这个跌幅完全是取决于 它的这个基数比较大 所以说短线上的一个零点几的一个调整 或者是上涨都已经超过了就有几百点的一个幅度了 但是呢大家的话呢 要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从这个道指本月的一个支撑上来看的话呢 它的这个强支撑应该是在两万五千点 两万四千九百点左右吧 风低可以继续的介入 然后呢 主目标的话呢 还是前级的高点啊 大概是在两万六千六百点左右 好 好 标普500今天小跌了2.93 等于是原地踏步 还在两千八百点之上 是收在两千八百十三点三六 它强吗 嗯 标普的话呢 目前整体上还是在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 8月份的行情的话呢 呃 满了满算啊 一共是五个五周的时间 那么今天呢 是第一个交易日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从本周的整体表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 呃 算是八月份的一个开 八月份初的一个开局 所以说呢 不排除这个周四周五的这个行情的话呢 市场呢 还是会这个震荡 或者是涨跌幅线这种节奏呢 来进行收盘 因为月初的话呢 这个基金往往都会进行一个仓位上的一个调整 而且呢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这个业绩的一个高峰期 对啊 对于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 或者是全中股的一个涨跌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都会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对于标普上来讲 呃 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揭露 看涨的一个机会 那么从标普的这个周线图来讲的话呢 整体运行还是蛮稳的 都是以一个持着性 震荡上扬的节奏呢 缓慢的向上去移动 那么月线图的上方的空间也是打开着的 那么网上 如果按照看到这个均间系统往上去进行延展的话 那么上方的空间的话呢 会延伸到3000点到3200点这个区域 所以说上方的空间的话呢 还是有的 嗯 好 其实7月份的股市都表现得非常好 像纳什达克这么强的一个股指 在7月份还是上涨的最少的上涨了2.28% 那其他道琼斯还有标普500都上涨超过3% 那8月是在美国的股票的历史上面来看是烂 中之烂是比较烂的前三名之一啊 排名第二 那您相信这个吗 那面临8月份的来临 您会怎么样对待股市 就是说您的这个一手策略是什么呢 啊 我觉得在美股市场当中 有一个是 Dellie May Worker Way 5月份的行情的话呢 我们都没有都没有等待这种调整行情的时间 我觉得8月份 8月份呢 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 也应该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调整 局部的一个修正 我认为这个调整的空间的话呢 还是十分有限的 向上直接起稳 再次拉伸向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日后所要选择的一个方向 嗯嗯 好的那听众朋友 我们的热线全部都打开的 650-968-2000 我们非常欢迎您的call in 在最近几个礼拜觉得美国跟全球的贸易战有的是已经和解了 比如说跟欧洲啊 现在互相零关税 那跟中国的呢 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暗中有在谈一些Deal 反正表面看起来对美国股市的影响不太大 反而是美国的股票 只要是跟中国的Tariff Sanction有关的股票都下跌的比较多 比如说跟52周最高点距离现在有的高达38个Percent的下跌 所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那关注点都放在earning方面 那现在earning已经普遍都已经报完了 总体来讲对美国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还算是满意吗 我认为是满意的 像这个一些股票的这个表现 AMD像今天盘后所报的这个特斯拉 还有美国钢铁这个业绩 我觉得对他们的业绩来讲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业绩报完之后 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业绩报告是怎么样 关键是要看它的展望 那么展望的话呢 是对未来三个月的一个 或者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展望 那么股价的话呢 是往前看的 它不是往后看 那么所有的这个业绩 它所报出来的盈利 盈利也好 亏损也好 它都是反应过去三个月的一个走势 那么既然是过去三个月的走势的话 他们应该是早已经 反应在这个图表当中了 也认为说三个月前的图表 已经这个走势的话呢 已经消耗这些包容了这些这个 利空或者是利桌的这些消息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展望还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休息以后回来回答您的问题 650-968-2000 不要走K 马上回来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销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假作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le Loan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y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 以866GMCC为 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 共8家分公司 成真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或电邮info atgmcclone.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昌新中宝CH Premier Jewelers 精心呈现 别具一格的外形设计 结合精准无比的计时功能 成就了Frank Buller Vanguard系列 独具匠心 与众不同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n Jose Westview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J梗时间 J 那我们湾区的朋友呢 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您的微信的私人账号 我们已经知道了 可是您的公众号 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听清楚过 所以两项都请您再度重复一下 尤其是您的公共账号 请慢一点拼 好的 是GBWM 然后呢 是2020 GBWM2020 D1财富 GBWM2020 好 那您的私人的这个微信号的ID J梗对吧 J梗001 001 好 那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现在就马上回答 听众朋友的问题 刚才提到了Tesla 还有AMD 接着我们还回答 听众朋友的第一个问题 是Micron Micron本来很看好的 现在有一点好像要往他的支撑的50块奔跑的样子 52块2毛9 请简短回答 因为问题众多 好的 MU的话呢 短线上还是在一条趋势线上进行一个盘整 关注这条趋势线的支撑 他的支撑点位呢 是在50 在50亿元 然后呢 阻力的话呢 是在53.5 OK 好 那所以您认为这个 是暂时不要管他 应该不要介入是吗 嗯 再稍微的 再稍微的等一等 他转线上 技术面呢 倒是上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动作 好 然后50亿元去 去寻求再支撑 那 路过这50亿元的话呢 必定要跌破这个趋势线的支撑呢 那跌破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换手的一个恐慌的过程 好 那我们就要单根推线 有没有一些止跌信号的暗示就可以了 Apple是下面一个被问到的股票 再度创了历史的新高 今天跳工上涨 做收上涨了5.89% 对于这样子 可以算 在高价位股里面也不算太贵啊 他今天收盘是201.5 那请评估他的技术分析 好的 苹果电脑的话呢 它属于右侧股 是这个右侧股的行情 有支撑 无阻力 它的支撑点类的话呢 我们暂时的放在199的这个位置上 OK 好 知道了 接着我们来看 听众朋友想要知道黄金的走势 用GLD来做代表 哇 下跌128 一直跌到现在的115.14 好的 那么黄金呢 从短线上来看的话 还是处在左侧的调整节奏当中 缺线呢 还是承压的 主力的话呢 是115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呃 支撑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稍微保守一下 嗯 关注114 114.25 取进的一个支撑吧 好 那个是重要支撑 接着呢 这个在我们的电台很少被问到 它的代号三个字母 第一个是Z for Zebra 第二个是T for Tom 第三个是O for Oscar ZTO 19块8毛2 好的 呃 ZTO的话呢 属于高位的一个横向整理当中 呃 短线的支撑的话呢 在19 主力的话呢 暂时的放在20.5 它还是处在一个右侧的行情当中 目前呢 在做一个修正 之前的话呢 它是刚刚IPO 呃 从这些组织上来讲的话呢 它是17年 16年年底 刚刚的IPO 短线上 从现金组织上来看 还是有一点超满 目前呢 在做一个 呃 做一个整理的一个态势 短线 短期之内的话 分别行情 呃 应该是不会太大的 好 下面也是在今年5月才上市的公司 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 它的代号是H for Henry U for Umbrella Y Yes A 四个字母 Y 对不起 再重说一次 H UYA 今天上涨7.14% 作收34块半 好的 虎牙 呃 虎牙 虎牙 在 33.5% 逢低证可以介入 然后呢 止损的话呢 放在30 放在31块半就可以了 这张股票呢 总体上可以继续的往上去看 好 Facebook 听众朋友问 这只股票要不要抛售 就是要不要sell 今天再度下跌 收盘171块6毛5 好 Facebook的话呢 它的前期的一个支撑 从这件图上来看的话呢 强支撑呢 是在158 那么也就是说 在今年的5月份 它有一个跳工的缺口 它应该是往这个跳工缺口 要去补的 所以说呢 由于这个业绩的原因 那么 加上之前的一些 这个数据的一些 黑客啊 这个 这个这个影响 那么这张股票的话呢 非常有可能会往 会往这个缺口上回补 短线阻力的话呢 是在178 那么支撑的话呢 关注160吧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指别信号不明显 还会呈现出一个 震荡下探的一个 一个趋势和节奏 BIDU 中国的股票 也是跳空下跌 今天是228.07 请简短回答 好的 载度的话呢 转线超超慢 关注一下 局部可以关注一下超级反弹 阻力的话呢 在236 支撑的话呢 关注215 OK 那下面也是最后一支 可以尽量回答的 就是Intel了 Intel这个 Semiconductor 最近也并不见得太好 今天有一点反弹 价位是48.8毛1 好的 Intel的话呢 转线上可以关注反弹的连续性 它的 如果它的强阻力的话呢 在50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暂时放在48.25 这些梗队上的一个支撑点 好 有问题 请加 J梗的微信号 J梗001 它的公众号是 GBWM2020 非常感谢你 祝你晚安 J我们下次再谈了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片地及主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